大家好,我是王木头 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因为最近正在准备自己的第一本书 是关于计算机和编程通识的 风格肯定是和我一贯的风格一致 都是尽力呈现出 知识背后更底层的那些思想 内容肯定也会更丰富 和之前这个系列相比 这个系列的视频可能只占到 梳理内容的20%到30% 所以再多给我一些时间 2024年应该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所以这次就不打算和大家去聊 特别硬核的知识了 打算和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点的话题 天文摄影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视频 当做是晃晃脑子 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特别羡慕那些博学的人 他会指着路边岩石 告诉你这些石头 到底是陈吉岩还是利岩 他还能跟你说出来 这些岩层的地质年代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指着旁边的植物 虫子告诉你 它们都是什么科 什么鼠 什么种 对于它们的产地习性 也都是鲁鼠价增 不过最让我羡慕的 还是那些指着夜空告诉你 哪个是木夫座 哪个是紫围园的五帝内作 天狼星在哪 北洛师门又在哪 不只是可以给你讲 他们有关的天文知识 还会给你讲 他们有关的神话故事 等长大之后 又遇到一些特别厉害的人 他们是会拿着指星笔 指着夜空的某一个地方 你可能在那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他们就会告诉你 这就是鬼秀星团 那就是仙女座星系 你经常在书里和视频里 看到了上帝之眼那个星云 它的位置是在这 当时我就非常好奇 他们是怎么记得住这么多细节 因为我自己就是做客户内容的 天文知识本身对我并不陌生 但是像他们这样 如数家珍 对着夜空侃侃而谈 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后来了解了 凡是这样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天文摄影 他们讲的那些天体 星云 都是他们亲自用望远镜和照相机 追寻过的 所以天文摄影这件事 就在我心里种了草了 但是天文摄影的门槛 也的确是太高了 始终下不了决心 去亲自上手 最近正好是机缘巧合 有个机会让我可以近距离的 去接触天文摄影 让我去了解天文摄影 它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次分享 算是我对天文摄影的 一个学习总结 天文摄影 它不只是涉及到望远镜 镜头 相机 赤道仪 精美仪 这些专业设备的原理 还需要一定的天球坐标 星座 立法等等这些天文知识 我这次就打算 把这些都串在一起 给大家做一个天文摄影的 极简入门 我的习惯 是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之前 尤其是那种 本身的体系 不是特别好 领散是特别多的那种领域 最好是能先把这个领域里的 发展史给捋一遍 这样才能有一个总体的线索 把那些领散的细节 都装到自己脑子里面 天文摄影的这个线索 那肯定就要从望远镜的 这个发展开始介绍了 最早的望远镜 到底是谁发明的 虽然有些争议 但是普遍认为 第一个拿着望远镜 看夜空的 那就是加地率 它设计的望远镜 大概是这个样子 物镜就是前面的那个 是个凸透镜 目镜靠近眼睛的这个 是凹凸镜 我们看一个物体 它到底是大还是小 关键是看 它所占的这个视角的大小 所以加地率是望远镜 它能把远处的物体给放大 是因为它成的那个虚向的视角 比远处的实物的那个更大 除了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凸镜 可以组成一个望远镜之外 两个凸透镜 也是可以组成一个望远镜的 这个就是开普勒式的望远镜了 它要放在物镜的焦点之外 并且还要保证 物镜的焦点位置 是在目镜的焦距之内 会有这个要求的原因 其实很容易就能想明白 凸透镜本身就是有一个 放大物体的功能的 但是它必须要求 把这个物体放到 凸透镜的焦距之内 放到这个之外 那放大镜 它看到的是一个缩小的 倒立的像 开普勒望远镜的原理 也是类似 只不过它那个物镜的放大镜 它不是去放大一个真实的东西 而是放大前面物镜 所成的那个实相 前面的物镜 它是一个凸透镜 用在望远镜上 它观测的物体 它肯定是超过自己焦距的 所以说物体通过物镜 它会形成一个 倒立的缩小的实相 虽然这个实相是缩小了 但是只要接力上一个放大镜 把这个倒立缩小的实相 放得更大就行了 这就是开普勒式望远镜的原理 其实关于加利略式 和开普勒式 两个望远镜的原理 我很早就知道了 只不过当时也是不求甚解 所以在心里就留了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明明已经有 加利略式望远镜了 为什么还需要单独发明出来一个 开普勒式望远镜呢 而且开普勒式望远镜 在我看来 那可是有致命缺陷的呀 前面的原理 大家也看到了 它看到的那个像 是倒立的 加利略的 看到的是一个正的 加利略应该更方便 但是现实的情况呢 现在咱们看到的 绝大多数的 则特色望远镜 它都是开普勒式的 只不过是会在里面 加上一个正向的光学系统 而不是简单的 直接用开普勒式望远镜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肯定 开普勒式望远镜 它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优点 足以抵消掉它的缺陷 但是它的优点到底是啥 我当时是不清楚的 而这一次我就搞明白了 开普勒式望远镜 它主要的优点有三个 首先第一个 也是最现实的一个 那就是凸透镜 比凹透镜 那个镜子 那个玻璃 它好磨 好制作 凸透镜 它是把四周给磨薄了 比凹透镜把中间磨薄 那肯定是更容易的 这对于18、19世纪的天然学家来说 这尤其重要 当时没有一个 打磨镜片的手艺 那还真成不了好的天然学家 发现天王星的贺希尔 它能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天然学家 就是因为 它打磨镜片的手艺非常的高 它可以为自己制造 当时最好的望远镜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是真正观测起来 开普勒式望远镜 它的体验会更好 眼睛即便是没有对准 稍微偏一点 也是可以看到景象的 而伽利略式望远镜 它那个目镜 眼睛稍微一偏 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它那个景象 就会被前面的这个镜筒给挡住 这是第二个优点 接下来这个第三个优点 就尤其关键了 我觉得能把望远镜 用于定量的科学研究 这个第三点就尤其重要 那就是开普勒式望远镜 它可以实现测量 它能测量 是因为它的光路里面有实像 也就是在物性焦点的那个位置上 它会形成一个倒立的实像 如果在这里加上一个分化板 这个分化板上的刻度呢 根据具体的放大的倍数 标好刻度 这个时候我们从目镜中 就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景象 会在前面叠加上一个刻度的标线 像是狙击枪上的瞄准镜 就是这个原理 加历利六十包眼镜 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它的光路中没有实像 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教我们 分辨什么是实像 什么是虚像 实像就是可以在一个屏幕上 呈现出来 虚像呢 它就没办法在屏幕上去呈现 但是眼睛可以看到 现在来看呢 实像和虚像 其实是一种为了方便理解 而做的简化处理 不论是虚像还是实像 最终肯定都是会变成实像的 要不然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 只不过 虚像是专门指那种 在眼睛外面 它没有实像 但是只要把眼睛的光学系统 也给叠加上 它最后就能在视网膜上 呈实像 这种情况 加历利六十包眼镜 是属于这一种的 对于早期的天文观测 一个好的天文望远镜 需要关注的 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一个就是物近的 那个口径的大小 另一个就是 物近和目近之间的焦距长短 物近的大小 直接决定了 一个望远镜的聚光能力 就拿这个图上的 那个情况来说 天文观测 天体发出来的那个光线 基本上可以默认 它是从无穷远处发射过来的 所以到了地球之后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平行光 所以口径越大 它同时接的光线 它肯定越多 最后的成像 肯定就会更亮更清楚 当然这里对这个平行光 还需要多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 放在以前 我对这个问题 还是挺困扰的 就比如说 一颗遥远的恒星 发出的光到了地球 那不是应该 不论在什么位置看 它都有相同的光吗 它应该看到的是一片白才对 所以天上的星星越多 我们看到的 应该是这一片白里面 它的亮度越大 而没办法分辨出 哪颗星星是哪颗呀 那么为什么 最后我们还是能分辨出 不同的星星 它到底是在哪呢 这是因为 虽然不同位置的恒星 它发出来的光是平行光 但是它们进入望远镜的角度 是不同的 和光轴平行进入的光线 最后肯定会聚到 焦点位置A上 如果稍微偏一个角度α呢 那这个时候 这个角度光线 就会聚集到 焦点旁边的一个点B上 它和A的距离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两颗星星 它们之间的距离 最后望远镜的目镜 还会把这个光线 还原成平行光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 这个平行光 和光轴的角度 已经被放大了 它变成了β角度 最后这一组平行光 在我们的眼睛里面 还会把刚才的过程 再来一点 所以呈现在我们 视网膜上的两个点 A片和B片 它们之间的距离 就会被放大 这里多讲了一些 这部分知识 是为了解释 放大镜的放大倍率 和清晰度 或者说它的分辨率的概念 先说放大镜的放大倍率 其实就是β角度 和α角度 它们之间的比 这个值怎么求呢 可以看中间这个角度 中间的角度 它是一个对领角 对领角是相等的 因为光路都是可逆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 把中间这个线段AB 看作是一个真实的物体 物镜和目镜 就相当于是 分别用两个放大镜去看它 一个是把它给缩小了 一个是把它给放大了 然后我们要计算的 就是这个放大和缩小的 相对的比例 因为AB正好同时在 物镜的焦点上 所以它们这个相对的 放大倍率 就是物镜的焦距 比上物镜的焦距 如果你还记得 放大镜的 放大倍率公式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推倒一下 我这就不推了 一个望远镜能放大多少倍 它最后的公式 就是这样子的 至于清晰度 或者说分辨率 也可以用这个图 帮助理解 如果说单纯 从几何光学的角度 去理解的话 平均光最后 聚集到一个极小的点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光它还是一种波 它是会干涩和眼涩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其实聚集到的 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爱里班 于是就会出现 这样一种情况 当A和B两个点的距离 比较近的时候 它们这个爱里班的中心位置 几乎是重建在一起的 不论物镜和目镜 它的放大倍率有多大 都没有办法 把它们给分辨出来 出现这种情况 就相当于是望远镜的 分辨率不够了 要想提高分辨率 注意啊 这个分辨率不是说 传感器的分辨率 就是望远镜本身的 一个分辨率 如果想提高分辨率 那根据波动光学的原理 这种情况下 那只有一个方法了 那就是增大物镜的口径 所以在物镜口径 不变的情况下 望远镜的有效放大倍率 它是有限的 具体这个素质 是可以根据 锐利判距进行计算的 我这就不过多介绍了 如果超过了一个极限 放大再多也没有用 分辨率 没办法把两个相近的物体 给分辨开 所以在初期 赫歇尔那个年代 天文学家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望远镜的物镜的口径 建造的越来越大 焦距是越长越好 这么做的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按照当时的天文学知识 如果一个星球 在太阳系之内 距离我们比较近 把它放得足够大之后 我们看到了 就应该不是一个点光源 而是一个面光源 而如果你把它放大了很多倍之后 它仍然是一个点光源 就说明 这个天体距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 应该是超过太阳系的范围了 那就可以基本上认定 它是一个恒星了 这在当时 那就是用来判断夜空中 一颗亮点 它到底是恒星 还是行星的一个标准 当然了 这个标准是很粗简的 因为当时 真发现了一些情况 用望远镜去放大之后 它的确不再是一个点光源了 但它其实并不是行星 它只是一个形状 比较圆的星云而已 所以到了现在 这些星云的分类 还是用行星状星云 这样的词去进行分类的 其实它们和行星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只不过是当时的习惯 被继承下来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能显出这个标准的一个粗浅 就是像冥王星那样的行星 现在虽然它叫矮行星了 但是它是在太阳系内的 在当时如果想用望远镜 把它那个小亮点 放大到一个面光源 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不论怎样吧 当时想把望远镜的口径 做得更大 焦距做得更长 这一点是没跑的 其实单纯靠 玻璃镜片的责色 去制作望远镜 还是有很明显的天花板 首先这个口径越大 镜片就要越大 镜片越大就代表它越重 见不说整体望远镜的稳定性 镜片如果太大的话 它自己的重量 就足以让自己发生变形了 而且为了实现更大的放大倍率 望远镜也要足够长才行 物镜的焦距要足够长 像是这个望远镜 就是在1641年建造的 它的焦距达到了46米 为了减弃重量 镜头都是楼空的 不过呢 即便是这些问题能被克服掉 但折瘦望远镜 仍然有一个问题无法避免 那就是向叉的问题 向叉有很多种 其中主要的 有球叉 会形叉 射叉 我们前面讨论的 所有的情况都是在理想情况下去讨论的 其实真实情况远比 我们刚才讨论的要复杂的很多 就比如说球叉 它说指真实情况下 光线入射到镜片的位置不一样 那它的真实的焦距是不同的 这就导致 不论你以哪个地方为标准 都会有一部分光线无法对焦 最后就会导致 你成像的周围 它有一片是模糊的 而且是镜片的口径和弧度越大 球叉就会越明显 不过还好 当时的天然望远镜 都是在追求更长的焦距嘛 同样折射率 同样的口径 焦距越长 镜片的弧度就会越小 所以当时去建造的那种 巨长的望远镜 它是可以抵消一部分球叉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球叉这个问题 在当时还是可以被克服的 但是色叉的问题 在当时 折射式望远镜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 色叉呢 它是指不同的颜色 也就是不同频率的光 它在玻璃中的折射率是不一样的 这又会导致 它们的焦距是不同的 所以当你以中间的绿色的光线 作为焦点的标准的时候 在这个最后成像的周围 就会出现紫色的边缘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 那其实归根到底 就是光射散的这个特性 最早研究这个现象的 那就是牛顿 用三棱镜去看见彩虹 就是牛顿提出来的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牛顿也提出了自己的望远镜 在他老人家看来 既然折射会出现射散 那就不要用折射了 归根到底 望远镜物镜起到的作用 就是聚光的作用 那么一个凹面的反射镜 它也可以实现聚光的作用 所以这样的反射镜 就被牛顿制作出来了 这种望远的优点 它不只是可以解决射散的问题 其实通过这也能看到 光线在经过反射之后 它的光路是可以重叠的 所以在焦距不变的情况下 镜头可以做的不那么长 而且经过多次反射 还可以让它更短 而且反射镜 它比起透镜来说 也更容易制作 更容易加工 重量也更容易降低 这里也多补充一点 就是那个反射镜 它不论怎么设计 在它的前面 总会有一个东西去挡光的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就是这种遮挡 会不会让最后的成像不完整呢 就是在照片中间 会有一个黑影什么的 其实不会的 只要明白了 我们前面讲的望远镜 对于平行光的成像的原理 就能理解是为什么了 就比如说 这些光线都是来自于 同一颗恒星的平行光 假如说其中有一部分被遮挡住了 即便是有一部分被遮挡住了 但是没关系 反正这些平行光 它们所携带的信息都是相同的 它们最后也都是会聚集到 相同的一个点上的 即便是被遮挡了一些 也就是最后成像的点稍微暗一点 并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信息给丢失掉 成像也不会不完整 只不过前面那个反射镜 它不可能是悬空的 所以它一定也需要有支架 不同的支架样式 还是会影响到成像的 影响的方式 就是成像的那些星点 这些星点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星芒 这个星芒的光线 它是颜色的经过 不同的遮挡样式 出现的星芒会不一样 就比如说图上的这些 就是不同遮挡的样式 对应的星芒 除了支架的支架之外 像是镜面的形状 光圈的形状 等等这些因素 也是会影响到星芒的样式 这也是为什么 哈勃和尾部望远镜 他们照片里的星芒 是那样子的原因 哈勃望远镜 它是十字星芒 尾部就稍微复杂一点 它的镜面是一个六边形 所以这部分也是会影响到 它星芒的样式 还有一点就是 当年牛顿制作的望远镜 它的反射镜面 是用的球面 因为当时制作球面的反射镜 会更容易一点 但是球面镜 它也有问题 就是如果你这个口径太大的话 入射光线的位置不一样 聚焦的焦点也会不一样 也就是球叉 它是会有的 其实如果把反射镜面 从球面改成抛物面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应该知道 平行于抛物面的法线 然后经过抛物面反射 它的最后的点 一定是在抛物面的焦点上 这个就可以一定程度上 去避免我们前面说的 球叉的问题 不过这样也不能解决 所有的相差问题 就比如说 入射光线和法线不平行了 那还是会有相差的 不过仍然可以通过特殊的光路设计 可以做出一定的弥补 总之就是 反射望远镜的优势 还是特别明显的 尤其是单纯去追求 观测效果的科研领域 反射望远镜 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像是哈勃望远镜 詹姆斯韦布望远镜 还有FAST望远镜 他们都是反射式望远镜 不过呢 反射式望远镜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 那就是有利有弊了 尤其是天文摄影的爱好者 那是要经常扛着设备 扛着望远镜到野外的 反射式望远镜 它是一个开放式结构 镜面维护起来就比较麻烦 而且它这个机械连接结构 容易变形 光是去调试 你校准光轴 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 所以在天文观测 尤其是天文摄影中 折射式望远镜 并没有被淘汰掉 毕竟 折射式望远镜 这个镜片是被牢牢固定住的 不是每次观测 都要去调光轴 镜头也是封闭的 像是灰尘 漏光这些问题也都不存在 而且据说 折射镜对于形变的敏感程度 比反射镜要更低 折射镜它的镜面的精度 只要达到波长的1% 就可以保证观测效果 反射镜的精度 就往往就需要达到 1%波长这个精度 当然了 这也不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折射镜 还是和以前一样 随着光学工程的发展 现在已经可以从很大程度上 去避免以前折射镜的问题了 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球叉 就可以通过把凸透镜的行动 从原来的球面变成非球面 这样就可以减少一部分球叉 球叉也可以通过叠加多个晶片 去达到一个减少球叉的效果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为了达到一个大的折射效果 或者说是聚光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叠加多个曲率 都不是很大的透镜 去实现这一点 单个透镜 它的折射率比较小 但是叠加多个之后 它的这个折射效果 或者聚光效果 就可以不变 因为多个晶片的叠加 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系统 所以说即便是叠加后 它的折射效果没有改变 但是每一片透镜的曲率 都不是很大 叠加多片之后 累积的球叉也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它的问题是 会损失一部分的透光率 当然透光率 你又可以通过增加一些膜去解决 当然这细节 我们就不过多讨论了 对于射差也是有解决方案的 不过它就是需要靠 不同种类的光学玻璃才能做到 这里的细节知识还挺多的 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射散和折射 它是一对共生的现象 对于同一种玻璃 如果想用折射去实现聚光的话 那么它就一定会有色散 如果你想抵消掉色散 那么它就一定会把折射的效果给抵消掉 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但是如果用两种不同特性的玻璃 通过它们的组合 就可以做到减少色差的同时 还能有聚光效果 一般可以这么来做 就是第一个镜片 用缅盘玻璃去制作凸透镜 缅盘玻璃就是最早发现 最早用来做光学玻璃的透镜 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通过这样一个凸透镜 它又能让光线弯折达到聚焦的效果 而在第二个镜片 它用火石玻璃去做一个凹透镜 凹透镜它肯定会抵消掉 前面凸透镜的一部分聚光效果 不过火石玻璃它有一个特点 虽然它的折射率比缅盘玻璃大 但是火石玻璃 它造成的色散程度它要更大 所以将它们进行组合之后 就可以做到在不完全抵消掉 前面凸透镜的聚光效果的同时 更多的去减少色散的情况 不过这种镜片组合 虽然可以减少色差 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抵消色差 它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做到 将红光和蓝光聚到一个点 绿光的焦点它仍然是无法重合的 于是这种镜片的成像 你去看的话 就会在物体的周围 会有一个绿色的边缘 如果想要把绿色的色差也消除掉 那就需要去增加第三 甚至更多的镜片才能进行矫正 这个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APO复销色差镜头 这个第三块镜片 往往都是需要银石玻璃 这样的反常色散玻璃才行 这种玻璃的价格也往往是非常贵的 反常色散玻璃 对不同的颜色的色散程度并不均匀 所以就可以通过它去较着绿色的焦点 通过专门的计算和设计 多个镜片的APO望远镜 还可以做到在减少色差的同时 去减少相差 这是为什么现在望远镜 或者说照相机的镜头 都是一个镜片组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镜片 折射望远镜 它的镜片组越多 重量就越大 为了能够实现便携的目标 所以说折射望远镜的口径 就不可能做得很大 这就代表了 如果想通过眼睛 用折射望远镜直接进行观测 你看看月亮 太阳 或者是土星木星 这样比较亮的天体 还有可能 如果想直接观测深空天体 那就会有进光量不足的情况 用这个望远镜直接去看 几乎是看不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 用折射式望远镜去观测深空天体 基本上都是要用照相机的 通过相机长时间曝光的方式 来解决口径小 进光量不足的问题 不过这样带来的问题会更多 开始这部分之前 我们先补充一些基础知识 首先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用了相机的话 那其实是不需要雾镜了 而是直接把相机的底片 或者说传感器 放到雾镜的那个焦点位置 这样它的成像是直接在焦片 或者说是传感器上成像 当然这其实就相当于是 把望远镜当做了相机的镜头 一个超长焦的镜头 这样情况下 原来那个望远镜放大倍数的公式 就没法用了 那这种情况下 应该如何理解放大倍数呢 其实这个时候用视野的大小 去替换放大倍数 可能会更容易理解 因为对于一个数码相片来说 你想把它放大到多少 就可以放大到多少 只不过是放大太多 你看不清了嘛 但是呢 看不清 它是和分辨率和传感器的密度有关 它不是一个放大倍数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放大倍数 它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 但是不论放大多少倍 一个照片里面 所能拍摄到的视野的大小 那是一定的 而这个视野的大小 它就是由焦距所决定的了 一个同样的传感器的面积 焦距越长 就相当于它那个像 放大的倍数越大 那个视野就会越小 视野越小 就说明了越容易看清楚细节 也就相当于放大了 同样的 焦距越短呢 相当于那个像 放大的倍率就小 视野就会越大 这是第一个补充的知识点 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 那就是焦比这个参数 也就是镜头的焦距的长度 比上口径的大小 这个F就是焦距 对于定焦镜头来说 它是一个常数码 唯一可变的 那就是分母的大小了 分母的大小 它其实就是这个口径的相对的大小 分母越大 这个比值是越小了 相机参数上 虽然经常把焦比也叫做光圈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光圈和焦比还是不太一样的 光圈严格的说 它就是那个镜头孔镜的绝对大小嘛 在望远镜上 那就是物镜的这个口径 你可能还听说过 焦比越小 需要的曝光时间越短 性照比越高 这是什么原理呢 如果你是按照焦距固定 这个光圈再变 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的话也可以 因为焦比越小 就相当于口径越大 口径越大 进光量就越多 那当然就更容易去曝光了吧 不过我觉得如果反过来理解 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效果 也就是口径 它是相同不变的 焦比不一样 是它这个焦距不一定 就拿这个星云来举例子 同样是观测这个星云 如果说这个焦比越大 也就是焦距越长 它的视野是越小的 放大的效果越好 焦比越小呢 焦距越短 视野就越大 放大的效果就越差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是无穷远处星云射过来的光 星云里的每个亮点 都是以平行光的方式 去照入到镜头的 也要说它的总光量 只和口径的大小有闻 我这就是个示意图 只画了特别简单的几条光线 不过从这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了 视野越小 就代表了你这个星云的总光量 要分散在更多的像素点上面 光线被摊薄了嘛 曝光肯定就会比较困难 这就代表了你的星云 在成像的那个照片上 所在的面积反而小了 同样多的近光量 被分配到了更少的像素点上面 不过对于这个星云而言呢 焦比大的话 它利用到的像素点更多 所以说就更容易看到其中的细节 还有啊 就是把口径固定住 不同的焦比代表了 你这个焦距不一样 另外一件事也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经常说光圈越大 越容易拍手景深 背景的虚化效果越好 这里说的光圈其实是焦比 光圈越大 也就是焦比越小 焦比小了 焦距就要小 平时用相机拍照和天然摄影 还不太一样 拍摄目标 它不是在无限远的地方的 所以更远的 出于背景的那些物体呢 它们进过镜头之后 它的焦点就更容易出现在 如果说焦距藏了 这个问题当然也有 但是它就不如焦距短来的那么明显 我自己当初在买相机镜头的时候 就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光圈大了 背景就要更容易虚化呢 现在明白了 平时说的光圈大 其实根本不是指的光圈的绝对的大小 绝对的大小 它只能影响进光量和清晰度 平时说的光圈的大小 就是焦比 是光圈在单位焦距下相对的大小 前面普通这些知识呢 算是普通摄影和天文摄影都需要的 接下来要介绍的 那就是天文摄影独有的情况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天文摄影 尤其是拍深空天体的时候 用到的相机就不用是普通的相机了 这是因为普通的相机 为了更好的拍摄到可见光 都会在CMOS传感器前面 加上一个UVIRCUT滤镜 也就是会把红外线和紫外线都给隔绝掉 如果你有一个老相机 用它去拍遥控器的红外线 你就能看到它是一伞一伞的 现在高档一点的相机 你就看不到了 这就是因为它加了这个滤镜 可是天文摄影里面要拍摄的新语音 它们发射的谱线 很多都是集中在630到680纳米之间的 这个是我从一个讲天文摄影的视频里面 接来的 可以看到青RF和硫2这两个谱线 它就在被滤镜所过滤的那部分里面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要么就是买专门的深空摄影的相机 要么就是对普通的相机进行改机 高级一点的深空照相机 它都是有制冷功能的 它要让传感器恒温 这样可以减少热噪声 相机改机呢 其实也就是拆开 把CMOS前面那个滤镜给拆掉 当然也可以去加一些 更适合深空摄影的滤镜 就比如说可以增加一些 滤掉一部分地面光害的滤镜 这多说一下 之所以能过滤掉地面光害 那是因为以前晚上照明的时候 用的纳灯比较多 它的谱线是固定的 现在LED已经普及了 LED的光呢 它是连续光 这就已经很难被过滤掉了 前面我们说了 之所以要用相机去拍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想利用相机的延时摄影 用更长的曝光时间 把肉眼看不到的 特别暗的天体给拍摄下来 可是一旦选择长时间曝光 那么要解决的问题还要更多 这是因为 我们的地球是在不停的自转的 所以我们站在地球上 看到的星空 就是一个不停东升西落的过程 这个叫做周日运动 每天就是一个循环的意思 如果你把相机固定住 然后长时间曝光 那拍摄的星空 就一定是绕着北极星旋转的星轨照片 所以说你在网上看到 很多人去野外露营 拍摄出了很好看的星轨图 这当然不拍出人家是故意的 但是对于大部分业余爱好者来说 只拿着一个三脚架 也就只能拍下来星轨图了 不是说不想拍其他的 而是根本就拍不到 所以要想对准一个天体 长时间曝光 那就只能让你望远镜和相机 跟着天体同步运动 怎么做呢 最要先了解一些天文知识 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静止的 那么整个夜空 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 包裹着地球的天球 根据相对运动的原理 这个天球的旋转的方向 肯定是和地球的自转相反的 不过也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也能知道 这个天球的旋转方向 就是抖转星移的方向 自动往西这么转 而且天球旋转的这个轴和地球 是同轴的 如果把这个地轴延长 那就是天轴线 天轴线和天球相交的那个点 就是天球北极和天球南极 而北极星就在这个天球北极的附近 所以拍到的星轨图 才会绕着北极星旋转 有了这个天球的帮助之后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理解了 所有的天体的位置 都可以用这个天球上的经纬度 来去确定 你为了和地球上的经纬度 叫做赤金度和赤纬度 之所以加这个赤子 是因为这个坐标体系 和地球的赤道是平行垂直的 正常来说 在百年的时间尺度来看 天体在天球上 这个赤金赤纬 这个坐标是不会变化的 这就是为什么 2000年前的星座形状 和现在的星座 没有太大差别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些天体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把它们放到 这个天球坐标系下去看 它的坐标是会经常发生改变的 就比如说被统称为七要的 日月金木随火土 七颗星球 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 这七个天体里面 有恒星 有行星 有卫星 但这是我们按照 现在的定义去看的 你要在古代 它们其实都是被看作行星的 因为它们的确是在 天球上运动的 而且绝大多数的运动情况 都是游西向东的 和天球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 其中在七要里面 只有日月 它们的行动是最有规律的 速度基本上是匀速运动 它们在天球上的轨迹 也基本上是重合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日食的原因 就是月球和太阳重合了 所以专门给它们 运动轨迹起了个名字 叫黄道 黄道它是绕天球一圈的 在天球上 这个黄道一共经过了 十二个星座 叫黄道十二宫 按照咱们国家的说法 就是它会经过 苍龙 猪雀 白虎 玄武 四个星区 也就是二十八星宿 月球绕黄道一圈的时间 是一个阴历月的时间 太阳一圈 那就是一整年了 一年的时间 太阳就会在 这十二个星座里面去巡游 一个月一个星宫 这也是我们生日星座的由来 现在因为地球近动的原因 比起两千年前 这个黄道已经偏了 严格来说 现在的黄道是十三个星座 多了一个蛇腹座 具体每个星宫对应的日期 也和当时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双鱼座 本来是二月十九号到三月二十号 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太阳大部分所在的这个星区 它不是双鱼座 而是上一个水平座 也就是说 你现在根据自己生日算出来的星座 往往和实际星座 是相差一个月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算一下 自己出生的时候 这个月球的位置 这就是月亮星座 这么想的话 有多少颗行星 就可以有多少种星座 什么水星星座 火星星座 金星星座也都算 因为行星绕了 太阳的这个旋转的平面 和黄道平面几乎是重合的 所以说他们移动的这个轨迹 在天球坐标系里面 和赤道也是差不多 几乎就在它的附近 只不过呢 只有太阳星座 你是只需要月份 就能推算出来的 因为只有太阳 是以年为周期循环的 月球和其他的行星 就不一定了 所以必须知道 具体的出生年月 才能去推算出来 而且金木水火土 这五颗行星 再加上后来发现的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等等吧 它们和地球 这个相对运动 不太像太阳和月亮一样 那么简单 所以它可能会出现 逆行的情况 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 它们的赤金度 都是从西往东变化 但是偶尔 也会出现 从东往西进行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行星逆行 在逆行里面 水星的逆行 最有常见和剧烈 所以说水逆这个词 就流行起来了 而且在天球坐标系里面 还可以看到 黄道围城的平面 和地球的赤道 它是有一个 23.5度的夹角的 黄道和赤道 它的焦点的那两个点 分别就是春分点和秋分点 最远的两个点 就是东制点和夏制点 每当太阳 在天球运动到 这些位置的时候 就是在日历上 对应的那些节气 其实如果你把 24节气标出来的话 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均匀 分布在赤道上的24个点 所以我们国家的农历 其实不是单纯的阴历 而是阴阳历 月份是月亮历法 这也就是为什么 农历十五 月亮一定是圆的的 因为它就是按照 月亮的规律去制定的 节气呢 那就是太阳历法了 这是为什么清明 不论阴历是多少 都会在公历 4月5号左右 因为它是按照 太阳的规律去制定的 这里讲的 天文知识多了一些 其实天文摄影的话 不需要了解这么多 只需要理解 天球坐标就行了 不过我觉得 讲讲这些内容 应该可以让你 对天文更感兴趣一点 还是讲回天文摄影 为了能跟踪 天球的周日运动 其实还需要一个 特殊的云台 去帮助望远镜进行跟踪 一般的三脚架 一般三脚架的云台 它是有两个 可以旋转的轴 一个是上下垂直的 可以绕着它左右旋转 另一个是横着的轴 绕着它可以实现 垂直的转动 球面坐标 有经纬两个纬度 所以两个垂直的轴 就可以覆盖到 所有的坐标了 这种仪器 也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金美仪 金美仪的好处是 以观察者为中心 所以它就特别容易 做到和观察者的视角 进行同步变化 不过对于 跟踪天球的周日运动 它就非常的不利了 因为它要想跟踪 天体的周日运动 那它就需要 时时刻刻 同时调整 两个轴的转动 才能做得到 所以现在 我们就需要 对金美仪改造一下 就比如说 让横着的轴 横着的轴 指向北天极 也就是和天轴 是平行的 这个时候 就可以让机器去控制 这根轴 让它跟着地球自转 一样的速度去旋转 那它就可以始终 跟得上星空的变化 而且只需要调整一个轴 至于地球的速度 也比较容易去算 360度除以24小时 就是它较速度 这样改造后的云台 也有一个自己专门的名字 叫做赤道仪 它可以和天球的 赤金赤尾直接对应 我找个东西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情况 假如说 这个和这个 就是赤道仪的两个旋转轴 其中 这个是对准北天级的 望远镜 是可以架在这个地方的 假如说 已经知道了一个天体的赤金纬 它的分别是多少 那么首先 就可以旋转这两个轴 就拿这根轴来说 这根轴来说 它是可以去旋转 调整赤金度的 所以它也叫赤金轴 我们先把它调整好 上面这个轴也可以旋转 通过它是可以调整赤尾度的 所以说 这个叫做赤尾轴 通过两根轴的调整 我们就可以让望远镜 指向任一个地方了 等对准了之后 就通过电机 带着它匀速旋转 这样望远镜看到的天体 就会是在照片里面相对静止的 一个赤道仪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它不是垂直地面的 所以说为了能平衡 下面往往都是加一个配重的 在上面架上不同的望远镜和相机 这个配重也是要重新调整的 赤道仪的原理也就是这样 不过时操起来麻烦还没完 一个是赤金轴 要怎么才能对准北天级呢 另一个是天球 它是在旋转的呀 同一个赤金纬度的坐标 在不同时刻 在夜空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天体在天球的赤金纬度 我们可以查到 但是观测的时间不确定呀 怎么才能载到我们观测的时候 它在天空中的哪个位置呢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简单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赤道仪的赤金轴 它其实是一个小的望远镜 在正式观测星空之前 会先用这个小望远镜 去找北极星 只要拿它去对准北极星了 那么它就可以让赤金轴 和这个天级轴 大概是平行了 为什么说大概平行呢 因为北极星并不是 正正的就在北天级上 而是要偏那么一点位置的 所以要想严格对准了 还有一步操作 那就是在这个 极左望远镜的这个里面 有一个分化板 这个分化板上 有一个大圆圈 然后旁边有个小圆圈 那个小圆圈的位置 就是应该北极星的位置 只要让这个小圆圈 和北极星重叠 那么这个大圆圈的中心 就是北天级 一个天级轴给对好了 不过还是有一个小细节 北极星它也是有周日运动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位置 是会绕着这个圆圈转动的 所以说你需要提前去确定 这个北极星 在这个圆圈的什么位置才行 这个就需要根据你观测的 日期和时间去进行计算了 计算完了才能进行对准 这其实也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也就是不同的时间 天体的位置是在改变了 怎么样才能 把它们的赤金尾这个坐标 换成此时此刻 赤道仪上两根轴 它这个旋转的角度呢 其实主要的还是这个赤金轴 因为只有它是跟着时间变化而旋转的 赤尾轴的旋转角度 和天体的坐标就可以直接对应 直接用就行 这个赤金轴的角度 它其实是有一个换算公式的 这个公式需要你输入的东西有什么呢 就是你当前所在的地球的坐标 也就是GPS上 你读取到的精维度 把它输入进去 然后还有就是观测地的日期时间 也要输入进去 还有一个就是 你观测地的时区输入进去 把这些参数输入到这个公式里面 就可以算出来这个角度了 具体这个换算过程呢 我就不详细讲了 算出来的素质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石角 在急轴望远镜的旁边 就有一圈刻度 那个刻度就叫做石角刻度 只需要旋转它就可以去进行调整 赤尾轴下面也有一个刻度 这就是去调整赤尾度的 赤尾度是不用换算的 所以说这个刻度 也就直接叫做赤尾刻度了 本来呢 我觉得对于怎么去操作赤道仪 关心的人应该不是很多 因为现在啊 除非做练习 一般都会用自动寻心装置 或者说天文盒子 这个天文盒子 其实就是一个专用的电脑 通过这么一个东西 你只需要做到帐篷里面 用笔记本 就可以去自动完成 对击轴啊 寻心啊 快门控制啊 等等这一系列操作 但是前段时间呢 我就听我的同事说 他在参加一些科普营的时候 很多家长就在帮孩子们问 刚才的那些问题 当时就还挺奇怪的 最后一了解明白了 原来他们的孩子 是为了参加天文奥赛 其中石头模拟 就怎么去使用赤道仪 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啊 现在在这也能卷起来 既然已经说到了天文盒子 这个帮助天文摄影 实现自动化的这个设备啊 那么另一个自动化的设备 也值得讲一下 那就是在一个大的望远镜上面 往往还有一个小的望远镜 那个叫导心镜 只不过这个小望远镜呢 它的焦距要小得多 所以说它的视野也会更大 在它上面也会接一个 专门的相机 叫做导心相机 这个设备呢 其实就是给天文盒子 去控制赤道仪 加了一个反馈闭环 毕竟赤道仪 它是个机械装置 用电机直接控制它 很难做到精度非常高 所以就可以通过这个导心镜 去识别更大范围的 里面的一些恒星 用它们作为基准 作为标定 一旦发现你有些偏移了 就及时反馈 及时较准 所以说你去看天文摄影 在望远镜旁边 周围经常挂着 奇奇怪怪的电子设备 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 你以为这个完了 那还没那 拍摄完了之后 尤其是拍摄 深空天体的照片之后 还必须进行后期处理才行 而且这个处理 不是美颜那种 是好看不好看的差别 不是这样子 而是可用不可用的差别 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的照片 那是根本就没法用的 里面的各种噪声特别多 以至于根本 你就看不出来 你拍摄的深空天体 到底是啥样子 天文拍摄 除非是观测太阳 月亮 这些比较亮的天体 否则一般拍摄的对象 都是非常非常暗的 所以特别容易 受到各种噪声的影响 这就需要后期 把这些噪声给消除掉才行 而要想消除这些噪声 单纯靠软件里的算法 就做不到了 所以就出现了 天文摄影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些操作 那就是在正式拍摄之前 或者是拍摄之后 要把可能出现的噪声信息 也给拍摄下来 在后期处理的时候 会把他们和真正拍摄的 那个照片叠加起来 然后才能起到 消除噪声的作用 这个拍摄噪声的操作 主要有三种 叫平场拍摄 暗场拍摄 和偏制场拍摄 而正常对准天体的那个拍摄 也有专门的名字 叫做亮场拍摄 平场拍摄 是照相机 保持亮场拍摄时的 全部参数 然后将望远镜 对准一个均匀亮度的光源 然后拍一张照片 均匀亮度的光源 可以是一个专门的 平场光源 也可以是对准 阴天的天空 这样拍下来的照片 就可以把灰尘啊 暗角啊 剑韵啊 等等这些噪声信息 给记录下来 暗场拍摄呢 往往是在亮场拍摄完了之后 保持相机的全部参数 同时把望远镜的镜头 给完全遮住 这样再拍一张照片 这个时候记录下来的 就是你这个相机 一直都存在的电流噪声 最后还有一个 偏制掌拍摄 同样是维持镜头 被完全遮住的 一个黑暗环境 然后还说要去调整曝光时间 要把这个曝光时间 调到最短的时间 这样照片里 记录下来的信息 就是读取传感器时候的 读取噪声 把这些所有的拍摄完了之后 那就需要在计算机里面 用专用的软件 把亮场照片与平场 暗场 偏制场 等等照片进行叠加 才能把照点消除掉 最后才能得到一个 看起来和相册 比较一致的那种照片 当然了 这个还都是一些 最基本的后期处理 有经验的人 他还会根据你的观测对象 比如说某个星云里面 它的主要气体成分是什么 然后判断它的主要光谱频段 在后期处理的时候 就会把这部分加强 或者说是调整 这部分频段的颜色色差 让最后实现出的效果更好 到此为止呢 一个天然摄影的流程 才算是基本完成了 天然摄影如果要归类的话 它们那种靠着特别好的设备 靠着特别勤快 多拍几张 在优中选优 介于选手 还是可以卷出一些 不错的照片来的 那对于天然摄影来说 那就不太一样了 它能卷的地方太多了 涉及的知识面也太广了 而且是什么天然知识 望远镜知识 相机知识 还有怎么找一个光害 少的野外知识 这些知识面少哪一个 你都没办法拍出照片来 门槛就显得 比其他的风光摄影要高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对天然知识感兴趣 不过门槛高 也代表着可玩性的上限比较高 这也是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人爱天然摄影 爱的发疯 但是真正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却有少的原因 本来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不论是天然摄影 还是其他的风光摄影 最大的门槛 其实就是你得愿意到野外 但是现在呢 什么自驾 骑行到野外露营的人 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门槛也就不是事了 还有啊 为了能让这些 喜欢露营的人 有更好的体验 那些傻瓜式的风光摄影产品 也是层出不穷的 最典型的就是无人机 现在去到一个特别美的景区 不飞一下无人机 就和没去过一样吧 不过不论是无人机 还是那个第一视角的运动相机 他们也基本上 只能是在白天拍摄一下 晚上就没用了 其实如果有一个 能和无人机运动相机一样 操作简单 专门能用来进行天文拍摄的相机 那这就可以进行分空协作了嘛 露营的晚上也就有事做了呀 尤其是年轻人一起去露营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 一下拿出这么一个设备了 带着大家晚上一起找一找自己的星座 拍摄一些 你自己星座里面才有的星云 不论是在沟火边 还是在帐篷里面 然后再一起讲一讲 自己星座有关的神话故事 这也是挺不错的嘛 现在呢 这样的设备还真是有 价格比大疆的无人机 价格还要低一点 就是这个C-Star 这样一个可以装到背包里的东西 通过它和手机 就可以完成对深空天体的拍摄 而你提前需要准备的 就是把它放到地面上 调整好水平 这可不是给孩子们玩的玩具啊 而是确确实实的 专业天文拍摄设备 它内置了APO复销射差的镜头 在手机APP里面 也有超过一千多个天体的位置 和相关的参数 你只需要点一下 就可以完成对天体的持续跟踪 像是什么多次曝光啊 暗场拍摄啊 图片修正啊 等等这些操作 它也是自动完成的 关于C-Star 这次我还不是简单的带货 我们团队是专门做科普内容的嘛 不论是我自己 还是团队里的其他老师 都讲过不少天文的内容 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 让我们去推荐天文望远镜 我们以前都是不敢推荐的 因为你买了以后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嘛 而这次就不一样了 这次是我们先看到了这样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团队内部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就主动联系了郑望 也就是这个C-Star的生产商啊 希望能和他们深度合作 就是多提一下 郑望在天文摄影里面 还是比较有名的企业啊 在很多介绍天文摄影的视频里面 你应该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就是郑望开发的天文盒子 郑望是在苏州 我也专门去的苏州 向他们的产品负责人 一个南京大学的天文博士 请教了很多天文观测的问题 这时候他们擅长的是专业的天文摄影 我们擅长的是天文知识的科普 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在C-Star之上 去增加我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打算也建立一个 天文观测的俱乐部 在这个里面 我们会定期发布基于C-Star的天文知识课程 也会在遇到天文观测问题的时候 和你一起去讨论 去一起解决问题 毕竟有了C-Star这样一个 简单的天文拍摄设备 剩下来门槛最高的可能就是天文知识 而我们是希望可以帮助降低这个门槛 让你能成为马上露营的时候 所有人的话题中心 好了 这就是这一次的全部内容了